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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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交易所的100%准备金证明,也无非只是证明了用户和交易所的托管关系,但托管仍然只是一个约定,这些币仍然不被我自己掌握,交易所仍然有撕毁约定的可能。但无论如何,100%准备金至少能够保证一个币总是一个币,即便我仍然可能拿不回来,但它终究还是一个币。而如果没有100%准备金的保证将会发生什么呢?那就是币的无中生有。交易所可以随意在他的账户中新增一笔币,而不需要真实的币的存入。事实上,无中生有的手法未必需要刻意伪造, 如果我们认可交易所有权动用存入的币,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城市合规的手法让币数虚增。比如说,A交易所把自己的一个币存入B交易所,然后B所再把一个币存入A所,A所再把一个币存入B所,这样存在存去,两家交易所账面上的币就可以无限增多,但实质上他俩加起来始终也只有那一个币而已。于是,用户们完全可能在实际只有一个币的交易所里买到10个币。如果不是所有用户一起提币,大家恐怕都以为自己拥有这10个币了。如果自以为有10个币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币,那就意味着币的稀缺 其实被低估了10倍,一旦打破这一幻想,币价就将有10倍的上涨空间了。当然,同样地,既然没有准备金要求,交易所也完全可以虚构人民币吗?怎么我只说比特币被低估呢?因为比特币和人民币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交易所,从根本上决定比特币价值的并不是交易所,而是市场应用,是它作为货币的流通程度。而从整个市场上看,即便这些交易所以同等比例虚构比特币和人民币,这些虚构的人民币相比整个人民币的应用环境来说完全是忽略不计的,� 这些虚构的比特币在比特币生态圈中的分量却不可忽视,所以让比特币的稀缺性大打折扣了。强行要求100%准备金无力于比特币生态。所以说,交易所采取100%准备金对于提振比特币行情而言,应当是有利的。但这里需要分辨清楚的是,首先,对行情上涨有利,并不代表有利于比特币的生态发展本身。所谓强扭的瓜不田,如果交易所的100%准备金不是经过自由的市场竞争后自然而然的胜出的模式,而是根据理想,借助某种威权或 暴力强行建立起来的,那么它就未必是好事。法妙助长之所以糟糕,不仅仅是欠缺程序正义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市场参与者的文化习惯和思想理念不得不经过一个挣扎的过程才可能慢慢培养起来,自由是难以速成的。虽然我们知道100%准备金有怎样的意义,但一般大众并不知道。MPGOX的惨痛主要也只有老一批的玩家才可能经历,而随着央视宣传而进场的新一批中国玩家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只有到类似的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亲眼看见自己或亲朋好友的� 财产如何一夜归零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为何资金安全比0.1%的手续费更加重要。而不经历这些,即便把100%准备金的平台送到他们嘴边,他们也还是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广100%准备金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能等待下一个MPGOX,或者慢慢期待新文化的形成。我注意到许多币有都有类似的误区,那就是一方面似乎向往比特币地去中心化自由精神,但另一方面看到当前市场的混乱和不理想时就憋不住了,希望援引政府或某些强力去归属他们。他们总希望在� 消除乱象的建设性方案。然而,最好的方案恰恰是不建设,放任自留。特别是在生态整体发生变迁的过渡时期,环境一定是混乱而不稳定的。过早采用100%准备金对交易所无力。其次,即便说交易所采取100%准备金是大势所区,但对于个别交易所而言,在现阶段的最佳策略恐怕也不是急于做到100%准备金。因为就目前大众普遍对自己安全无所谓的环境下,实现100%准备金并不会带来多显著的竞争优势。相反,在当前的环境下, 拒绝100%准备金的交易所的确拥有更大的优势。无论是炒币还是期货,比特币交易所提供的本质上是一种零和游戏,你之所以能高抛低息,就一定有另一个人低抛高息了。但在这一零和游戏中,交易所本身如果参与博弈,多少总是占有优势的。首先是通过虚构的必评空增加筹码,其次是通过对资金流向的提前把握预判市场风向。这里再插一句,有些无耻的交易所竟然把不公开100%准备金说成是对市场负责任的一� 因为公开100%准备金后,市场总体的资金流向就暴露在公众面前了。但我在MPGOX杂谈中已经说了,这是扯淡。既然同时暴露在任何人面前,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相反,如果资金流向确实是一个影响博弈的重要信息,那么如果只是交易所自己独家了解,那么交易所本身就占得先机了。总之,在零和博弈中,拥有无限筹码并且占得先机的交易所确实是有优势的,那么他们的最佳策略就是参与博弈。市场讲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节操,有利不图才是不合 的。但为什么还说100%准备金是大势所区呢?因为即便交易所占有优势,但总会有失手的时候。比如三家交易所有二家发财了,剩下一家玩杂了,成了下一个MPGOX,那么这个倒霉蛋就会为转变民众观念做出贡献了。民众见到第二家,第三家MPGOX之后,总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安全的重要性了,到那个时候100%准备金的交易所才会更有吸引力。而真的到那个时候,已经撞够了的那些没玩杂的交易所,再搞起100%准备金,也不迟。从交易所出发看,在零和游戏中有三分之二的机会胜 出,当然应该赌一把去弄虚作假。但对于客户来说,如果醒悟到全部家当有三分之一机会泡汤,那就足以让他们拒绝弄虚作假的交易所了。所以,我的结论是被谬的,100%准备金是大势所区,但对交易所而言弄虚作假才是当前环境下的最佳选择。比特币的未来是诚实而光明的,但早期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却往往狡诈而阴险。这恐怕会让许多正义的伙伴感到无奈,但自由市场就是如此残酷。